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我太太没有跟我说过这句话 这些话 不会你没爱过别人啊 好好讲啊 你是不是常常有很多女神啊 那你是不是你选她 那你是不是不爱我 有没有跟朋友出门 乱编 借口 骗人 不会 红色马上出来 每一次说 自己的太太身材变好 是真心话吗 是 我是伴哲 我怎么样才能追讨这武艺呢 老公 你怎么觉得 我今天大领特别不一样吗 你烫头发了 是护发啦 你都没有关心我 你说你是不爱我了 我最爱你了啦 好 那今天是什么日子 今天弄我了 不是啦 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说好的包包呢 包包 包包包包包包包 等一下 压力打压力 压力开始 快开始 双倍放完 两个包给你 谢谢老公 谢谢老公 谢谢你了 好 谢谢老公 欢迎收看 博光哥们 我是萌 我要打仁宗 我去后来 拜拜 你去哪里啊 你牌子拿过来 对 借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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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来 你转过来 你看着我 嗯 我是日本人 你演刚刚那一段的意思是真正的含义是 真正的含义 就是家背风 女生很容易说不爱了 不过我跟你讲就是 你不然不会演戏 什么 我看啊 妆演得很好啊 好好好 随便 没关系 好 不觉得很像吗 好 还是要演功诺 像很像很像 为什么这样就叫不爱了 女人常常在这个嘴边挂一句一句话 你不爱我 你怎么知道你不爱我 你怎么知道你不爱我 经过我们今天那个 我们制作人R1 他特别跟我吐露心声 哦 哎呦 他说老子没办法24小时都在那边顾着爱你 我有工作我要赚钱 漂亮 真男人 所以这一集是为他做的 对 最近很多的内容都是为他做的 对 那今天我们很高兴 我们先给各位介绍一部戏 哎呦 好 这部戏是什么呢 来 请 哎呦 是的 慎重其事 站起来的介绍 又欣哥 这部戏是舞台剧 是白雪综艺剧团的戏 那这里面唯一的最大的特色是 所有的演员都是男的 他是反串 也是台湾唯一的一个舞台剧反串的 好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女人常常讲说 你不爱我 志远 你觉得他们讲这句话 存着什么心态 我觉得太反应过度了吧 你为什么要嗤之以鼻 你为什么要嗤之以鼻 菜无聊 结婚到现在在十几十一二年了 还不爱你 那谁爱你我问你 对不对 对哦 而且干嘛一定要十四分 对啊 常常关在嘴边 我觉得很讨厌 讲讲讲 讲到后面真的不爱我跟你讲 哦 而且你觉得说 他是对自己没自信 对我觉得是这样 所以说你不爱他 没有啦不是啊 我是说 要对自己有自信嘛 而且他现在是公众人物嘛 还是艺人 我觉得出来 你就是光鲜亮丽 你还怕我不爱你吗 对不对 那么多人喜欢你 真的 我就跟大家一样 就很喜欢你的 所以你对他的爱 跟大家一样 不是啊 超出大家啦 我比大家还更爱他 大家都这么爱他 我还会不爱你吗 怎么可能 对不对 试一下更爱 试一下更爱 对不对 试一下更爱啊 毛钱爱 毛钱爱啊 我觉得女人讲说 你是不爱我 就是一个不信任 哦 就是对对方的一个不信任 我觉得 所以尤其是在女孩子 如果来到每个月生理期的时候啊 我觉得 尽量去避开这个话题 尽量避开这个风 找到风台尾 台风尾 哦 因为情绪波动比较大呢 尤其是有些女孩子 她生一起来的时候 比较会有情绪 当然不是每一个啦 当然 我碰到的是这个样子 那高安凤 你为什么不爱你老婆 没有 你不要问这屏幕 我问错 问错 那你觉得女人讲这个 你不爱我什么意思 我觉得就是太闲 太闲 太不无聊啊 太无聊 你可以找点事情做吗 而且这种新阴性的疾病 我真的觉得就是太闲 所以你现在在跟老婆呛家就对了 没有没有 没有不敢 所以你觉得你老婆很闲 没有 因为我太太 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他没问过我说 你说你没爱过他 对啊 好好讲啊 他们会问 我什么时候才会爱我 没有啦 真的 所以我今天如果有一些例子要提供的话 这真的是婚前以前的那个实力 谁信啊 不是 婚前你敢讲 喂喂喂喂 不要跳下去了 你婚前的事你敢讲啊 婚前是可以讲啊 婚前女朋友 可以可以 她可以 她开放 因为我太太 我太太都知道 也无所谓 对对对 你 你又三天没一个啊对不对 我不是 对我这次真的三天没一个 好像就好 没有问题了 没有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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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这样 我出门去工作啊 他们有三天没回家 回来了嘛 回来了嘛 我这样会记者 你这三天没回家 是三天没回家 我看一下我口袋里面 我们两百块就会讲 不嫌 不嫌别的 好 潘友迪 你觉得女人讲说你不爱我是为了什么 因为你变贴 我觉得是会吃醋啦 变成老贴 吃醋 吃醋吃醋 他吃我跟女儿的醋 你跟谁 跟女儿的醋 哇 那种是一个女儿 是你的学生的醋吧 真的 带学生去唱歌 哇塞 吃饭 吃饭 切蛋糕 怎么 这个你都知道 我常常可以讲的 你真的带学生去唱歌啊 唱歌吃饭切蛋糕 还送贤壁器 我老婆是常常 几乎每一天都问你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你了 那你不一样 你老婆这种态度是撒娇 对 她是撒娇 你自己说你刚才 我跟你讲 你现在讲到学生 我跟讲我老婆很聪明 怎么样 我老婆她早就已经到我的教室里面去 建议好她自己本身的微信 真的啊 到教室里去尿尿 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还在讲 老婆都去了 你还吃学生吗 我不要吃学生啊 我不要吃学生啊 你真的你觉得 你真正你觉得 你为什么要常常这样讲 我不知道老婆们是想什么 但我觉得女朋友讲说 我跟妳讲从女朋友就会开始 对 我跟妳讲就是我跟妳讲 对 但我觉得女孩子讲 你是不是不爱我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 她想要跟你撒娇 对 就有的是真的太闲了 她不知道要跟你讲什么 她可能就 你怎么 你怎么挑好听的讲 真的 你本来讲说 女人是满足自己的私欲 哦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她嫁给别人 对不对 不是 因为 因为 我从来没有被 人家说过说 你是不是不爱我 但我常常听到的就是 我之前大学 交过一个女朋友 她是跟我说过 她是跟我说 我们分手吧 哦 是大学吗 还是前一阵子 大学大学大学 我们分手 她前一阵子才大学毕业啊 哦 OK 对啊 但是她讲 我们分手吧 这原因是什么 因为她不想要问 你是不是不爱我 因为 你讲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就代表你失落了 你刚刚讲 其实你是一种心态 对 她其实讲说 我们分手吧 其实意思就是 啊 你不爱我了 对 但是她又不想讲 你不爱我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因为讲 问了说 感觉她弱掉了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就代表我弱掉了 对 万一就对啊 所以她想要示威 她想要示威 就说我们分手吧 然后她要你反过来讲说 为什么 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怎么样 她就站了一个高姿态 我觉得你 她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太有心机了 可是她会对你这样讲 表示她还爱着 对 对不对 但她不是真的要跟你分手 她是想要听你讲 那你是不是不爱我 所以女人很奇怪 那你要你要有爱 那你就要去讲一些男人的 你是不是不爱我 我们分手吧 来来来 然后有些人说好 就 你怎么这么好 OK 你又没有做过什么事情 让你的太太说 你不爱我 没震 然后 腿长 就看一下这样子 迷你去 然后她就会 就瞄着我一眼这样子 就跟我说 嗯 我身材不好啦 对啊 正哦 对啊 谁都后翘 是啊 你不爱我了 对啊 什么东西 我只是 就是欣赏而已嘛 就那时候也是这样 结巴吞吞吞吞 我欣赏 我就跟她讲说 那 你呢 你还不是一样喜欢 去看那个什么 韩剧 啊 她看韩剧 然后看的 我跟妳 韩剧才有问题 因为韩剧很多的 曲纹配的音 我跟她喜欢去看 我真的 喜欢 我跟她喜欢去看 你光那种那个什么 那种三角关销 你爱她爱她 然后就说她不爱我 这样子 然后就把她放在我身上 哦 那我觉得很纳闷 不正常的恋情 放在你身上 对啊 你干嘛 你无聊 你还不是喜欢看韩剧的 什么书 对啊 谁谁谁 好帅 很帅什么的 我觉得很无聊 但是 她一开始问你这问题的时候 你的态度是有问题的 你何必心虚勒 我没有心虚啊 你刚才讲你心虚啊 回答有点心虚 不是啊 是说 诶 我在想要怎么回答她 不是 直接想要不要讲真话 我没有不爱你啊 这样子啊 对 你说对啊 她很正啊 但是你更正啊 不就好了 你还是一样做偷吧 要不然就跟她扒下去 伞扒在那边说话 是 他怎么打斗在那边 我这样就不能过生活了啦 要不然你就塞瓶酒给他嘛 这些瓶子够啦 不这样 是不是不爱我 说什么东西 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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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要不算 好 想不想换气 想不想换气 好 我就每个人都欣赏的那个啦 角度 角度不一样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看了之后就不爱 所以我奉剑所有的做好的工作 一定要戴很黑的眼镜 真的 我下次可以 一定要 什么下次可以 连冬天都戴 对 没有太久 晚上也戴 宁可撞到也不要被他看到 也是 宁可这样子真的 譬如说我们有在节目上 对不对 那有时候碰到其他人啊 譬如说如果私家啊 或什么 会说 譬如说他们那一集做的怎么样 然后你看 他们穿这个衣服 one piece的衣服 就是很好看 或什么之类的 那他回来他会觉得说 那那你一直以为我穿的就不好看了 就他会用 别人来比较自己 那你说真心话 为什么在电视上讲 我没有讲真心话 我会真话 怎么真话在电视上讲 我也知道 因为那时候节目上 大家都在那边说嘛 比如说谁穿的衣服 要比较好看 然后你要选一个 选 比如说这个女神 是谁是谁 你们不常常有很多女神吗 对 选谁是谁 那他就会觉得 那你是不是 你选她 那你是不是不爱我了 哇塞 你老婆是眼睛 残后忧郁吗 还在 还在啊 婚前就忧郁到现在 一路 婚前忧郁 婚中忧郁 请客前忧郁 然后怀孕忧 残后忧郁 残后又想要再怀第二胎忧郁 一路 就是潘若鱼开始就忧郁了 忧郁 对 老公姓潘忧郁 老公撞忧郁 老公被怀疑是老gay忧郁 忧郁 老公穿格子不一服忧郁 你一部戏要不要再讲一下 我觉得你是两个戏 所以看 大恩公 我们不是只针对你吧 对 真的不是只针对我 对 我觉得你太帅太壮了 让你太太太没有安全感 对 对 这句话讲得好 而且学生又喜欢你 对 对 你现在开始只能教男学生 我觉得 对 对 好 我们现在又聊回主题了 现在我们现在聊回主题了 那个乌拉圭 不是 曾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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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你觉得呢 你如果做过什么 现在女生 她们真的很难聊 我觉得 真的吗 我跟对不对 乌拉圭 老公真情告白 老婆趁机卡油 我是真的很爱你也知道的啊 好啦 我相信你很爱我 可是你比较喜欢拉拉 所以我现在没 我抱拉拉一下 我就抱你一下 我亲拉拉一下 我已经亲了一下 对啊 我说的 剛剛想想不去跟LV 那個烏拉龜 啊不是 陳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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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你覺得呢 你有沒有做過什麼事讓女生 他們真的很難聊喔 真的對不對 烏拉龜 你說你不等女友下課先回家就被罵 不是 我覺得一個 男人會被女人問問說 你是不是不愛我 我覺得是男人自己犯賤 就是你對女孩子太好 前期啊 對 在追這個女孩子的時候 你會對她百般的用心 慣壞 對 你慣壞她了 像之前我跟我說大學那個女朋友 是在追她的時候對她很好 然後每天接送她下課 她去上課我明明沒有課 我還冒著風雨騎著摩托車 站下去上課 對不對 好啦 在一起了 不要問我在一起的定義是什麼 沒有人要問 沒有 沒有人要問 你自己講 你看人家現在要問而已 沒有人要問 你趕快講 然後在一起之後呢 就有一次就是 她下課了 然後 我下課了 她還沒下課 然後我就先回去 然後下課之後 她就打開問我說在哪裡 我說我在家裡 她說 那你為什麼沒有等我 等我那個下課 知道我一起回去 我說 沒有 我等一下還有課 我在你回家 我要再馬上出門上課 這樣我很累 她就說 她不會說 我們分 你是不是不愛我 不愛我 粉絲以前都會來接 欸 她說 我們分手 那我們分手吧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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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